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讲这节课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明确一下今天我主讲的内容都是与如何在微信平台拉新有关的 我们知道社群它分很多种有微信群有QQ群也有各式各样的线下的社群这些承载形式 但是在用户的获取上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社群在线的这种社群最重要的用户来源 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微信来实现的对吧 所以今天我讲的内容也几乎都是关于如何通过微信来获取用户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残酷的现状 大家应该也很了解内容拉新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再也不是那个每天你更新点内容用户就会主动关注你的时代了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关注的订阅号有多少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打开过了 最近几天我看到一个比较权威的机构 他们是挑选了15个类别的公众号 而且这些公众号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号 对他们的粉丝增长文章打开率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数据分析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趋势图 它反映了今年4月到11月份 这些15个类别的公众号大号的平均粉丝增减趋势 那你其实可以清晰的看到新增关注人数的趋势波动非常大 而且有明显的下滑的迹象 新增关注的人数越来越低 现在涨粉其实越来越难对吧 另外下面这张图 大家也可以看到近四个月以来出现粉丝负增长的情况的公众号 数量也在逐渐的增加 所以这些非常优质的15个类别的公众号 他们都出现了粉丝负增长的状况 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们也可以推测出 普通账号粉丝的负增长率就会更加严重了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 如果你能做到粉丝竞争不为附属 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再拿我能看到后台数据的三个账号 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残酷的现状是什么 第一个账号用户大约有两万 每天都有新的内容 而且很多都是编辑很辛苦做的原创 内容做的也还不错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左边这张图 他每天的新增关注也就是两位数 对吧 而且曲观也是两位数 那么他竞争几乎为零 再看下面这个账号 是一个有五万用户的账号 这个账号基本没有做内容 就是每天也不更新 也不推送 大家可以看到他每天新增关注也是二十多左右 曲观六十 那每天进曲观是四十 在这两个账号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恐怖的事情吗 那就是五万的账号和两万的账号的增粉趋势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对吧 做内容和不做内容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这两个号 就是两万那个账号的编辑 他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会觉得很心酸吧 因为他做内容完全没有多少新增 那好 我们再看一个五十三万的用户 大概五十三万用户的账号 每天只做内容的时候 他的新增关注大约是在六百左右 每天曲观的人数 这个比较稳定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是两到三百左右 竞争是每天四百左右 所以他每个月按照这样的增速的话 每个月新增是一万二 感觉还不错啊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其中有几个数据 比如说左边这张图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左边这张图的倒数第四第五第六行 这个是在内容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拉新的技巧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数据 其实是三天新增了 也是将近一万二 对吧 刚才我们一个月新增一万二的数据是一样的 大家看同样做内容 这个日新增就能搭到一万和日均六百相比 翻了将近二十倍 OK 这就是这三个账号的一个现状 也是所有大概我去了解了很多公众号的一些现状 做内容 现在是一个很艰难的处境 那有的同学会问 那我可以做很多十万家呀 对吧 十万家 那不是一次就来好几万用户吗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很少做出十万家 大家都知道做十万家 现在真的很难 去年呢 我是做过几篇十万家的内容 用户一般看完就走了 去年九月的数据啊 每次涨粉大概是一万左右 你想想十万家的内容 多久才能做一个 每次涨粉也就一万 所以只靠内容涨粉 其实是越来越难了 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内容拉芯很慢的情况下 可以用哪些技巧来帮助我们 更快速的去拉芯呢 OK 现在我就来讲一讲 一些我用到的 或者说我用到的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一些新的 一些拉芯的技巧 我会把在订阅号里的拉芯技巧 和在服务号里的拉芯技巧 分开来讲解 订阅号里的拉芯会更简单一些 因为它不太用到太多的 微信后台的功能 以及开发的工作 我们新媒体运营会更容易上手 但是服务号里的拉芯的办法呢 会用到一些微信的开发接口 之后我也会跟大家讲到 当然是一些简单的开发接口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服务号的拉芯它会更偏向于技术驱动 但是效果也会比订阅号更好 首先我们来讲订阅号 订阅号的大概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内容页里的引导关注的优化工作 我也给大家标注了难度指数 就是如果难度指数很低 大家今天晚上就可以去想想我们的公众号怎么做了 内容页里的引导关注的优化工作是很简单的嘛 就可以做 第二个是怎样充分利用你的自动回复功能 也是难度系数很低的嘛 就可以做 而且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第三个是微信群的拉芯技巧 这个是不太需要研发的拉芯的技巧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第四个是游戏化的拉芯的技巧 那它的难度系数大概是两颗星 我们先讲讲两个基于现在的内容 很快就能做完的优化 第一内容页里的引导关注的优化工作 其实我们在做新媒体的时候 一般都会想尽各种办法在内容页里去做一些引导关注 这个也是我们做新媒体内容的基础工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上面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 现在说很多用户已经非常习惯去点击两个地方 关注公众号 第一个是公众号的名称 就是题目下面的那个蓝色的字 第二个是通过扫描二维码 对吧 所以这两种方式是非常非常多的 还有一个是公众号搜索 当然这个是你的公众号 在对外扩的时候品牌达到一定的程度 用户会主动来搜索你 所以扫描二维码和图文页内的公众号名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它几乎占到了40%将近一半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利用这两个通道来让用户关注我们呢 我经常看到很多普通的公众号可能有70%的公众号他们都没有去做上下的引导关注 就是让用户去点击公众号名称关注以及让用户去扫描二维码关注 那可能在各位有没有做的吗 OK 如果做了的那你们有没有去关心它的效果怎么样 以及有没有去持续改进呢 对吧我们做内容一般都会在顶部和尾部去引导关注 是点击上面的栏字关注你还是扫描 文章下面二维码就能关注你 而且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去写一句记得关注我们哦就可以了 我们在引导关注的时候最好去给用户一个动力 因为这个办法是我们今天讲的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所以我举几个比较好的例子 大家看看做一下参考 第一个是头部引导 头部引导我们大家看一下南周 它的头部引导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常见的头部引导的一种 它的箭头刚刚是指在标题下面的蓝色名字 用动画来吸引眼球 让用户去点我关注我 然后再告诉他你为什么要关注我 像北美留学生日报 它也是会比较直接一点让用户去点击那个蓝字 还有比如ins 还有用箭头去指向微信名 然后让大家click to follow us 还有一些顶部是更偏品牌性质的广告 那比如linkedin 然后还有馒头 还有插画和品牌设计 扩完实验室 它其实都是很多都是偏品牌 但是它有的也会有一个箭头 让你去关注 去点击那个微信名称关注 所以头部的引导 一切都是为了让人去点击那个蓝色的字 关注关注再关注 再说一下底部 底部的话一般场景 使用户看完了文章 觉得内容很不错 这个时候你临门去提醒他 关注效果会更好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底部 做引导做的比较好的 即使你不看他的内容 你可能都会很好奇去关注他 比如说澳美的这个底部 他告诉你看得好的公众号 却懒得关注是一种病 那置顶他们的就变美了 快点关注 对吧 一读的这个底部也做的非常的魔性 用非常有趣的方式去引导你扫码 还有我们看到米醋 还有比如说一字一元 都是用动态的方式去搞得跟迷宫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很可爱的熊猫 而且是动图 非常吸引眼球 反正很多人他会很愿意去扫这个二维码 另外还有这个 这个做旅游的一个公众号 他用变换的一个旅行的图片 去吸引用户的眼球去扫码 所以下面的这个其实也是促进用户去扫码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些动的二维码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啊 这个做起来好难对吧 但是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去找到做这种二维码的网站 比如说炒料 这种网站都是可以做这种二维码的 我们也可以去不断尝试 就不一定是大家现在的底部就是一个二维码 然后配上什么什么扫码关注啊 怎么的扫一扫关注啊 其实是用户已经看烦了 所以你有去关注在那个后台看 扫二维码的有多少人吗 如果效果不好 那为什么不试一下新的呢 好 这是第一个环节 就现在的内容页里的引导关注的优化 我们做完之后我们再来讲一讲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怎样利用自动回复的功能 所以我讲讲为什么自动回复 用这个功能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内容的传播很大一部分 都是通过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人看到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要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去引导用户转发和分享 但是在微信呢 这一类似的动作是很容易被判断为 路导分享的 所以你是很容易被删帖或者封号的 那微信一般它是怎样去判断一篇文章 是不是诱导分享呢 第一个是有举报的时候 对吧 如果有人举报了你 微信一般是采取 先采取机器自动扫描的方式 如果微信里 有你的文章里有诸如 转发分享朋友圈之类的关键词 就会被机器自动判断为 违规 然后你的帖子就会被封掉 那在这基础上 第二层呢 它才是用人工筛查的方式 去年我记得风生井的时候 人工它会用的更多 然后现在的话 大部分都是用机器来判断 所以现在其实也管得不太严 如果你诱导分享 它只是会把你的这篇文章删掉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发 我看很多账号都是这个样子的 理论上来讲 只要不在文章里出现诱导关注就可以了 所以自动回复是不在这一个范围内的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做很多的事情 现在我们最常见的拉新的方式 是获取某某行 这个某某可以是资料 也可以是内容 也可以是礼品 通用的流程是 首先提供内容或者资料或者礼品 然后呢 让用户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一个关键词 然后呢 再让它去转发内容或资料 然后再让它截图回复 然后再给它内容和资料 比如我们的这个馒头威克就是这样做的 首先提供优质稀缺的免费内容给用户 用来吸引用户去点击 然后呢 让比如说我们这个PPT的内容对吧 然后我们一共有七天的内容 让用户去首先吸引用户来点击 然后进去之后 会告诉它整个的那个课程内容是什么 然后让用户 它如果感兴趣 让用户在微信公众号 进入公众号 再去回复一个关键词 比如说回复PPT 这样相当于很多新的用户 它就第一步就关注了你 对吧 然后呢 第三步就是鼓励用户去 它回复了PPT之后 鼓励用户去转发 这个时候就促存了二次传播 转发之后 用户截图回复给我们 然后我们再告诉它 上课的地点在哪里 就是它获取到了这个免费的优质内容 现在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回复什么什么 你可以获得 你可以报名啊 然后回复什么什么 你可以获得资料包啊 大家可能经常看到 什么什么PPT的那种资料包 你回复一个什么东西 就可以拿很多记的这个资料 对吧 其实你拿了 也不定去看 但是大家中国人嘛 都是有这种下载的 这个影在里面 所以这种内容 经常都是动辄十万加 然后增粉几万的这种感觉 其实都是一个套路 所以整个馒头为客的流程 就是通过优质的内容 去吸引用户 通过让用户在 微信公众号里 回复关键词去让它 促使它去关注 然后鼓励用户转发 去造成二次传播 然后转发后截图 然后让它来回复和获取 整个完成一个吸引 关注二次传播 回复和获取的一个流程 那获取型拉新的方式 我觉得主要有五个关键的 或者说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是 你的资料和内容 或者礼品 是不是足够有吸引力 这是整个阅读量 这个雪球 能够越滚越大的一个基础 第二点是 关注和回复的环节 是不是清晰和流畅 中间环节一步到位 这样的话 也能降低很多用户的责损 第三个是 鼓励用户的分享的技巧 是不是足够友好 第四个是 标题是否够好 能够引起更多的阅读 更多的阅读之后呢 如果你的第一步够好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二次转发 对吧 这是一个一整个环节 讲到这里 我特别要多讲一点 那就是标题这一步的关键性 很多时候我们前面的内容 其实做得很好 流程也很好 但是传播老是不给力 这个其实我们在试过很多次之后 我们觉得它跟我们的标题 是有很大关系的 今天呢 当然今天我不会去讲标题 怎么你那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讲文案的话题 那今天我会讲一个在朋友圈传播中 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标题的长度 这个也是大家学完之后 可很好去实践的 好 大家看看左边这三个标题 第一个标题 馒头威克报名 日流量过百万的社会化营销方案 是如何诞生的 第二个标题 馒头威克报名 前面都一样啊 前腾讯校园推广总监 日流量过百万的社会化营销方案 是如何诞生的 第三个标题 一个月微信粉丝过十万 是如何做到的 这是我们以前经常会测试 标题它的效果 然后我们最后找一个效果最好的 去做主要的推广页 大家猜猜看哪个效果最好 之前我有去做一个调查啊 我们的用户 他可能选二的会比较多 因为他觉得啊 前腾讯对吧 又是腾讯又是总监 然后又是日流量过百万 因为社会化营销 其实讲得很清楚 他会觉得他会选二 其实呢 效果最好的 我们测试出来是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其他两个效果不好呢 我们看一下 朋友圈转发的效果就知道了 你看 三个题目只有三 是能显示全的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标题的时候 你标题再好 显示不全 其实这样的点击率也会很低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都会在做好标题之后 再去测测这个标题的字数 最大可能的去保证它的传播度 OK 前面我们讲的是一些不太需要研发的 很简单的一些技巧 下面我要讲的是订阅号的拉新的技巧的第三招 那就是微信群的拉新技巧 微信群的拉新技巧可以是全人工的 但是它非常的耗人力 也可以是半自动化的 它其实也非常耗人力 所以这是一个强执行力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先看一下有书有一个公众号叫有书 它用这个办法不到一年是积累了700多万的用户 那我自己也尝试过这个办法 用一个全新的账号去尝试个办法 不到一周就积累了就积累了5万的用户 先直接给大家讲讲它的整个流程 首先是我们要确定传播的内容 然后呢去做一张海报 用户在朋友圈看到这张海报 他就会去引导他去扫码关注公众号 然后呢点击下面的一个导航栏 去获取进群的二维码 进群之后 在有群内的小助手去一直监督他 去转发海报到自己的朋友圈 然后呢 小助手会告诉你报名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进了这个群 会一直有一个人在监督你 让你去转发 转发之后你获得他的这个资格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 确定内容看到海报 扫描关注 获取二维码 扫码进群 转发海报 报名成功 整个环节中有几个关键点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如果刚刚没有看清楚 整个环节中有几个关键点 是 第一 提供的内容 也是跟上面一样 提供的内容是不是你用户最关心的 第二 海报上的文案是否一针见血 这个海报就非常的关键了 第三 扫描进群是不是流畅 第四 新群里一直有人在维护 督促 转发 第五 老群里一直有机器人在维护 发送 每日领读的内容 存电用户 好我们先讲 这个 前面两点 第一 首先确定你的用户最痛 最普遍的一个点是什么 然后来根据这个点 来给用户提供 价值 我们看到有书 它定位的其实是学习和读书的人群 我们自己也看书啊 其实有一个普遍的痛点是买书 从来看不完 或者说买了 从来不看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就是发誓 我要学习之后 然后就再也不学习了 这是一个很多人很普遍的 都很焦虑的事情 所以我们做内容 或者说做传播 很多时候都是在解决 或者缓解用户的这个焦虑 有时候在这个用户痛点的基础上 做了一个海报 或者说做了一个 它的海报上的文案 就是你有多久 没有认真读完一本书了 然后让大家主队来加入 对抗惰性 其实这个点就是 能达到非常多用户的一个点 在这基础上 用户看到海报 就会去扫码 扫码关注之后 会进到这个公众号 在公众号导航栏的 非常明显的位置 有入群的提示 点击我要进群之后 公众号会自动的弹出群的二维码 扫码进群 那这个时候 扫码进群这一个环节 就非常关键了 因为它也是整个流程中 最容易断掉的一个环节 我们知道你的一张海报 发出去之后 一般它的效果是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千传万 如果中间有一个环节断掉了 或者有一个人 或者那一个时间段 扫码断了的话 你所有的流程就要重新来过 所有的效果就要重新来过 所以最容易断掉的这个环节 我讲一下 扫码进群环节 大家知道 群通过二维码扫进的话 最多只能进一百个人 对吧 就是上线了 一百人以上就只能通过 人工拉群的方式 但是呢 这个人工拉群的方式 又非常的耗费人力 所以呢 那我们就只能做 一百人以下的群 那一百人以下的群 又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你看有书 他们一般五分钟 就能拉满一个群 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这个一百人的群 很快就会被拉满 如果你是人工去监控 然后在微信后台去 一直有一个人 在那换二码的话 就会出现 如果我要保证 这个扫码进群的环节不断 我就必须要有一个人 全天24小时在这值班 这不太可能吧 对吧 怎么办呢 也不是不太可能 如果你 如果我们真的是 打了鸡血一样 三班倒也可以 那怎么样去减轻这个呢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直接用微信订阅号的接口 做了一个二维码满一百 它自动更换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的具体流程是 首先我们买了很多张手机卡 然后呢 申请了10到20个小住手的账号 然后呢 号召所有的人 或者所有同事 我们一起建了1000个群 你想想这1000个群乘以100 大概就是10万的用户了 对吧 我们准备迎接10万的用户 第二步将所有的二维码打包 然后进入进入微信后台的开发者工具 开发者工具的这个模块 然后点击开发者文档 进去之后 在消息管理中的接收消息 接收事件消息下面的自定义菜单事件里 点进去 找到右边的这个这个这个自定义菜单事件 然后通过自定义菜单事件的这个接口 OK 就是调这个接口 去触发 然后呢 之后调取消息接口 发送二维码图片 这就是一个环节 如果大家觉得很懵逼 那可以去找你们的研发 如果还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下来再问我 好 这一步讲完 讲完然后之后就是 它新群是一直有人维护的 对吧 多处转发 然后老群里一直有机器人在维护 每日发领读的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办法的效果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执行力很强 内容很好 整个运营环节也做得很好 一年有数是拉了将近七百多万八百万 我现在看它已经八百多万的用户了 然后我 我们之前也拿了一个信号去做实验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数据 一天的增长大概是一万多 然后后来是一周的话增加了五万 这个方法其实就是主要是拼的是 内容质量社群运营的执行力 然后有时候它的做法是在四五线的城市 专门找了一波做运营的人 然后它这样的运营和管理的人员成本也会比较低 OK 整个流程就这样 那这个办法 一般拉满一百个人只需要不到十分钟 所以对于那天晚上我在群里看 大家的问答 就是对于想做种子用户的同学来说 这种办法简直太太是不是太太太简单了 分分钟啊 分分钟聚集第一波用户 所以你也可以想想用这种办法 你可以做点什么呢 OK下来我讲一讲第四个 第四个技巧 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 也是非常常见的 大家肯定天天都看到过 不过这个是需要研发来帮你做页面的 但是它的工作量会比较小 讲讲我自己做的 就我们馒头自己做了一个 就做着玩的一个案例吧 然后是谷歌公牌 就是入职谷歌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 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来给我们的用户玩玩 首先是用户定位就不说了 馒头商圈的用户都是互联网的从业者 然后对入职谷歌 他们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因为谷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联网公司 大部分的 所以参加 我们可以预判 参加这个活动 大部分的也是我们的精准人群 然后呢 我们就去网上去搜集素材 在网上去搜谷歌的元素 然后让我们的设计师做出一张公牌 然后打印成实物 打印成实物 就是右边 大家能看到右边这张 然后我们再拿着这个实物 去在一张谷歌背景下的照片拍照 然后做出了这个右边 这个在朋友圈传播的一个素材图 然后发给研发 发给我们的技术 然后去切图 给出一个规则 再让用户去填写姓名 选择职位 对吧 然后生成那个 比如说你在填这个 填好名字之后去选择职位 我们最后看到这个职位 选择最多的是颜值担当 就是用好玩的 它的传播性会更高一些 大家也愿意拿这个title 然后最后生成一个带二尔玛的图片 然后点击保存 你就可以让它去转发了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发出来 左边这个 发出来15分钟 174条回复 然后右边这个也是 发出来很短的时间 就很多人去点赞 但比较出乎意料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公牌 做的比较真实 所以发出来之后很多人去询问它 是不是真的 这问题后来我一想 被询问的用户 它下一步的动作 其实就是去二次解释了 那在它解释的时候 相当于又把这个事情 给它的所有的点赞 或者评论的用户去说了一遍 然后也 它也会给出链接 让他们去玩吧 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一次很好的转发 那也可以看这个公牌 你看中间这个回复 我发现我发完之后 平时各种高逼格 万年不搭理我的人 都来留言了 好像我真的牛逼了似的 他们突然跟我特熟似的 其实也是一个用户的 用户的心理 那么他也 好多用户也很爱去玩这种 这种活动 那看一下 一个效果吧 效果是 日新增大概是 4000左右 因为我们是玩 也是做着玩的 所以我上线两天 基本我们就没有怎么推 整个的传播和拉性路径是 朋友圈看到公牌 扫码关注 点击公牌菜单 生成自己的公牌 然后又生成一张朋友圈公牌 所以它是一个闭环 下面这个案例 是我一个朋友做的 我相信大家肯定也看过这个案例 就是跟马云一起开会吧 但这个点子好像我记得最初不是他们的 但他们真的是很快的去复制也好 就是二次的加工也好 把这个点子拿到了他们自己的公众号里 因为他们是做微信的小商户的服务的 所以他们的目标人群都是一些街边的店铺的老板 这个老板就很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啊 和马云开会这个逼格多高对不对 然后这些小商户也特别爱去炫耀 然后这样他的核心入户就来了很多 那这个整个环节其实跟上面那个也是一样 朋友圈上课图 扫码关注 点击菜单 生成和自己相关的名字的图 然后再生成朋友圈上课图 也是一个闭环 你看他的效果 就很简单一个事情 上线十天之内粉丝涨到了十万家 所以这种案例其实很简单 然后拼的是创意 如果没有创意呢 就像我朋友一样 你拼执行力也可以啊 对吧 最难过的是 你看到这家在做 那家在做 你一次都没有做过 好了 订阅号里的拉新的技巧 先我就先暂时讲到这里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方式 如果大家知道 也可以跟我讨论 订阅号其实它是跟服务号相比 它不会用到太多的微信的接口 所以我们是更好上手的 接下来我会讲到一些在 一些馒头在服务号里 用到的拉新的办法 也是更偏技术驱动的 我们看第一个 大家应该也经常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办法 邀请卡模式 如果大家关注 以前早就关注 满车商学院 可能会对这个邀请卡非常熟悉 同时也会非常感兴趣 我也想去做 但是可能我做不好 那邀请卡是通过服务号的接口 达到一传N的传播的效果 只要我们看一下整个流程 整个流程是我们会做很多 像左边这两幅图这样的海报 然后呢 你看到海报之后 觉得内容非常感兴趣 就扫码进来 扫码进来 我会告诉你 你需要去传播你的专属的邀请卡 然后呢 去获得朋友的支持 所以获得三个朋友支持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内容 其实也是一整个这样的环节 要让用户去完成这个环节 我们官方需要准备的流程是 第一 确定传播的内容 第二 做好宣传海报 其实跟前面那个 微信群拉信的方式很像 第三 就前面很像 第三 渠道推广 就是你的这个海报 要拿到哪些地方去撒 第四 就是做好关系链 第五 引导 做好引导文案 第六 设置 扫码成功的机制 第七 做好排行榜 我们一个个来讲一下 首先 传播内容是核心 内容不好的话 用什么机制 也传播不起来 所以 即使你传播出去 也是副口碑嘛 所以 这个是最基础 最基础的一个事情 第二是 宣传海报 我们说是内容的加速器 让更多的拥户 看到海报 对内容感兴趣 并且愿意扫码 是我们宣传海报的一个目标 第三 渠道推广 是内容的放大器 我们去找更多的渠道 更多的宣传的地方 然后让更多的用户 更多的精准用户 去看到我们的海报 第四 关系链 关系链 有两个意思 第一是给用户生成 跟他 跟我有关的内容 以及和我有 或者说是 和我有关的 唯一的内容 就我举个例子 就是之前我们在做 开学大课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张朋友圈的邀请函 最初是我们只是把被邀请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比如说 满足商业 开学大课 陈腰 葛科 对吧 那你会发现 OK 转的人也有 但是他只是很高冷的发出来 说 我拿到一个邀请函 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之后我们加入了更多更个性的元素 比如说 看 大家看到这张 邀请金山 资深 帅哥 葛科 哇 这个时候 朋友圈就 就开始炸了 就是 很多用户 看到这样的邀请函 也来 也跑来要 就是 给我做一个 酷炫狂拽的 谢谢 给我做一个 帅 帅炸天际的 谢谢 谢谢 对吧 就很 很爱去发这种东西 所以 我们看到 邀请函的作用 或者传播度 就是和我有关的内容 只放 葛科 一个名字在上面 它更小于 你更个性化的内容 跟它有关的内容 就 完全是给它打标签嘛 那么 关系链的另外一层含义是 我们可以通过程序 可以 去判断 上面我们那个邀请卡 是谁帮谁 扫的嘛 然后利用这个关系链 就可以做好之后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我们的扫码文案 比如说我们的排行榜 你可以看下面 扫码文案 扫码文案最开始我们做的是比较高冷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什么 点亮三盏灯 就有机会获得什么什么上课链接 什么干巴的对吧 干巴的一个鬼啊 我感觉这个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右边我们去做了一些优化 发现这个优化的效果非常好 因为优化之后 大家可以看 第一 会提示他你的好友 谁谁谁帮你扫了吗 因为微信本来就是一个社交的 非常偏社交的一个地方 非常朋友 你的朋友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那你的好友谁谁帮你扫了一个码 他一定默默一直默默关注你 就是第一个帮你扫码的人 第二个帮你扫码的人 会提示你 你肯定是他的真爱 第三个帮你扫码的人 会提示你系统鉴定 他是颜值很高的人 对吧 然后还有第四个帮你扫码的人 你一定要请他吃饭 那这个做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效果是 很多人他会他又去晒了一下这个 就是他会去晒说 谁谁谁 快你出来 你出来暗恋我 然后呢 或者说谁 我要请你吃饭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 具有社交元素的东西 整个流程他就更有传播性了 那下面就是扫码成功的机制 也需要不断的去尝试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设置的是 十个人帮你扫码才能完成 最后发现 哎呦用户去等十个人扫码 他简然等死了 因为我们 你想想我们自己打游戏对吧 其实那个打游戏 他是 你为什么会上瘾 因为游戏是 每隔几分钟就会给你一个小反馈 然后每隔几分钟就会给你一个大惊喜 所以 我们在去玩游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我实在太上瘾了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扫码成功机制的时候 你如果让他扫十个人 然后等了二十多分钟 他肯定会觉得好无聊 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改 改成五个人成功 最后改成三个人成功 大家看他其实上午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如果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也要去试一试 之后呢就是排行榜的加入 当然他也是一个玩法了 我们最初是五百人 前五百人是可以得到后面 就是比五百人之后的用户更高的一些特权的 比如说进群和老师直接交流啊 然后 比如说得到一些 一些礼品啊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是会有比评的 然后呢 而且除了比拼啊 除了让这个 这个用户他 拉到人更多之外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一点 就是能找到你这个社群的关键的人 比如说你看这个 你看上面这个人 他有三百多个人帮他扫码 我今天发的是一个跟文案有关的内容 对吧 然后他转播出去之后 他首先他肯定是对学文案有兴趣的 他转播出去之后 他的朋友有三百多个人 也对学文案感兴趣 那如果我们是联系到他 他是不是就成了我们的关键节点用户了呢 这是一个也可以用到的一个东西 那最后我再讲一下 邀请卡机制主要用到的微信接口和代码 大家看这个课的时候可能复制不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 其实可以下来在我们的课程群里来找我 如果你需要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代码可以共享出来 第一个我用到的是生成代参数的二维码的这个代码 就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是才会有一个和我有关的二维码 第二个是扫描三人成功或者能知道谁扫码的一个代码 大家看我一大串 然后这段代码里面 那个ticket 大家可以看中间有个ticket 它表示的是扫的是谁的二维码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根据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去把数据存为树状结构 什么叫树状结构 就是也相当于你比如说一棵树上长了一个枝 这个分枝那个分枝对吧 所以你你整个就是通过这个树状结构去判断它的关系链 以及判断它的这个二维码有多人少 然后去生存后面一系列的文案啊 听课资格呀 排行码之类的 那可以看看这种方式的一个效果 效果是 它其实更自动化 比之前讲到的订阅号里面的那些特别耗人力的方法 它会更自动化一些 你看我们最开始时期是几天就 每天新增就六七千 五六千的样子 那另外一个方式是熊猫书院的方式 这大家可能也会看过 我觉得它整个流程是做的非常好的 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首先你看到感兴趣的内容 然后呢 它会给你提供两种报名方式 一是让你去转发邀请三个好友报名 你就免费获得它的这个资格 第二是如果你不想转发 那你就去付费 是吧 付费是多少 199 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199之后 它其实更有动力去转发了 对不对 所以你再回去选那个方法一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一张邀请卡 然后让你去转发 你心里会觉得 这个还蛮值钱的 所以我去转发也无所谓 还有种就是像这种电商的做法 也非常常见 就是我们是利用这个机制去做拉新和传播 购买之后给你一张海报 然后把你的海报转发出去 如果有三个人购买 你就能再免费得到一个东西 其实都是用的 用的是我上面说的那些接口 除了这个这些方式 还有一个领养机器人的方式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你看咱们 咱们那个领养机器人 他有很多的 找机器人 你可以去领养 你点击领养之后 他会让你去 也是让你去转发 所以转发这一步是很重要的 去邀请好友 转发给好友 或者发到朋友圈 然后你转发三次 或者说是邀请三人关注之后 你的机器人就会自动解锁 自动解锁就代表你领养成功 领养成功 然后这个机器人呢 他也非常有意思 他是人工加机器的方式 每小时 他会发一个朋友圈 然后呢 去提醒你背单词 他其实相当于一个魔鬼教练 所以我们做减肥 可能也可以这样做 很多那个 其他的公众号 也可以想想利用这种方式 可以怎么做 那最后一个是 支付的功能和红包的功能 支付功能可能大家会更熟一些 就是你支付之后 他会自动的去关注你 对吧 这个可能大家更熟 服务号的现金红包功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就是只要你在 你的公众号 只要开通了这个 微信支付的后台 接入现金红包 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服务号发红包的这个功能 他会比较粗暴一点 一般来说是一些大企业 或者说是非常土豪的公司 才会用到这种方式 特别有钱嘛 但是拉来的用户质量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高 但是这种用户 他其实是比较适合 快销类的产品的 比如说 我们看到光明牛奶 以前会用到这个方法 来来来聚粉 你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是 时区互动之前做的一个案例 然后他们是做 发红包 比如说你关注了之后 他是在一个 千人的大会上去发红包 然后呢 他分享次数 你看分享次数2300 点击的用户 点击次数大概是三万多次 然后红包用了9000 然后单次的点击是 两毛六 然后最后的拉注册 注册成本39块7 其实我觉得蛮高的 对于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 根本就没有这个市场预算 对吧 我们还是用前面的方法会比较好一些 让有钱的公司呢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办法 服务号和订阅号 拉新的方法还有非常非常多 今天因为我们是一个小 大概一个小时课 那我能讲到的 大概就这些 服务号其实还有很多的接口 如果我们新媒体运营 或者说社群运营感兴趣 可以去后台去看那些接口 其实运营懂一些技术 懂一些代码 会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这个 做黑客增长非常有利的 之后也欢迎大家 加我的微信跟我一起交流 之后我其实想说 为什么我会今天讲 微信公众号拉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跟社群 你下面的社群漏斗 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我们通过 微信公众号是拉粉 这是现在整个互联网 做粉丝 做用户第一步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公众号的用户 你再通过各种办法 或者说是各种内容的划分 把它分流到 你的各个社群里去 然后这个各个社群里的免费用户 再往上走 它变成你的付费用户 付费用户再去挑 你在里面去挑 变成你的管理员 然后呢 再往上走 是你的核心的用户 所以整个这样的漏斗 我今天讲的是最上面 最最上面的一层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聚集 你的社群用户 是应该也算是一个 非常快的一个方式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 很多的办法 其实大家都知道 缺的是创意 技术 还有执行力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最最重要的 其实是执行力 就像我刚才 之前分享那个微信群里 拉新的那个办法的时候 我其实想了半年 我也看了他们做了半年 总觉得这个点子 哇这个点子太好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做 直到做了之后 才会有巨大的收获 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说 没有被封过号的新媒体运营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我们在做创意也好 我们在做新媒体也好 做拉新嘛 你就是要去不断的去尝试 不断的去尝试新的方法 不要怕被封号 另外一个就是 也要常常跟你的技术团队 或者研发去交流 因为很多服务号的接口 都是可以用来拉新和做运营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今天讲的这些 如果对你有帮助 那我会很高兴 如果你早就听过 一直没有做 那我今天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 就是你任选一个 开始行动 你只需要拉够 我觉得拉够两千人吧 我觉得这次社群体系 立刻就只会票价了 对不对 最后一个是 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号 来跟我交流 加我的时候 你可以去 可以告诉我 你要尝试哪种方式 然后我们来看看效果 好吗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